防控的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继续第三日行程 早早到检疫酒店视察 专家团早早大约9点 大达湾仔大城酒店 酒店管理层才向他们讲解检疫酒店的检疫流程 包括如果发现确诊者 会由专用通道送上救护车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 也有陪同视察 到上午大约10点半 专家团转到设在梁显利人华地社区中心的社区检测中心 中心由华大基因负责 抗制检测群组可以获得免费检测 市民也可以自费做检测 费用240元 专家组接近中午到达大埔华大基因香港中心视察 华大基因旗下华星诊断中心 董事长胡定玉在场迎接 实验室每日检测大约2万至3万个样本 访港的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继续第三日行程 照早到检疫酒店视察 专家团早早大约9点 抵达湾仔大城酒店 酒店管理层先向他们讲解 检疫酒店的检疫流程 包括如果发现确诊者 会由专用通道送上救护车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 也都有陪同视察 到上午大约10点半 专家团转道设在梁显利入牙地 社区中心的社区检测中心 中心由华大基因负责 强制检测群组可以获免快检测 市民也可以自快做检测 费用240元 访港的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 继续第三日行程 上午去到检疫酒店视察 专家团上午大约9点钟 抵达湾仔大城酒店 酒店管理层先向他们讲解 检疫酒店的检疫流程 包括如果发现确诊人士 会由专用通道送上救护车 华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 林章竹军也有陪同时辰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像方式 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纪念峰会 正式宣布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重新中国绝不尋求霸权 更加不会以大欺小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出席 并主持纪念峰会 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说中国和东盟 要做地区和平的建设者和守护者 坚持对话不对抗 结伴不结盟 攀手应对威胁破坏和平的各种负面因素 善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从新中国绝不尋求霸权 更加不会以大欺小 要生化防务反恐海上联合搜救和演练 打击跨国犯罪 灾害管理等领域合作 要共同维护南海稳定 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 有意之海 合作之海 习近平说中国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永远是东盟的好邻居 好朋友 中方将会坚定不已 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 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方愿意在未来三年 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发展援助 用于东盟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 全面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用 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 回后中国和东盟发表联合声明 同意加强政治安全 经济 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 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并运共同体 无线电视记者叶正停不断 英国据报正是同其他五眼联盟成员国 讨论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 在北京外交部重新反对将体育运动政治化 中方多次强调 北京冬奥会是世界各国冬奥运动员的舞台 他们才是主角 中方坚信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我们一定能为世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共同推动国际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将体育运动政治化 违背奥林匹克现场精神的言行 有关炒作只会损害各国运动员的利益 仿军的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 继续第三天的行程 先后去过几个酒店 社区检室中心和货柜码头等等视察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就相信 专家团抵港增加内地对香港的信心 提高通关机会 预介初期每日有1000个配额 内地专家团早上大概9点 抵达湾仔帝胜酒店 酒店管理层向他们讲解检疫流程 包括如果发现确诊者 会由专用通道送上救护车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也有陪同 专家团之后转到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由华大基因负责的社区检测中心 接近中午再去到华大基因旗下 华星诊断中心位于大埔的实验室 华星董事长胡定玉在场迎接 下午车队进入葵冲货柜码头 中联办副主任尹中华 上星期六见过专家团全体成员 要了解专家会再和中联办 商讨通关棉检疫的安排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相信 内地专家团底港视察 增加了内地对香港的信心 提高通关机会 预计初期每日1000个配额 家庭团聚会占较大比例 但会有优先次序 或者家里有人病重 或者有些其他特殊原因 也很希望能够作出一些 引述特别的安排 这些来说我们都希望政府 认真考虑 他希望政府容许市民 预约一段日子里面的名额 比更多人可以分配到名额 母亲电视记者浙月问不到 北京冬奥在内地 掀起了冰雪运动热潮 当局积极推动青少年参与 而天津更加出了一个 不够一岁的滑雪版小神童 直线滑行 再接一个外转360 能够做到这些动作的 是年纪只有11个月大的 女婴黄雨基 父母说她是第一次踏上滑雪场 雨基先由爸爸帮手着上固定器 再拉上波度比较大的位置 给她滑雪 雨基的妈妈说 最初是丈夫最先想学滑雪 一家人到滑雪场玩的时候 帮个女儿买了整套装备 但是打算等她再大一点才开始学 谁知个女儿很有天分 刚刚踏上滑雪板 就懂得蹲下降低重心 就算跌倒也不哭不骂 教练说两岁以下的小朋友 头部比例比较大 重心比较高 滑行的时候比较适宜 而采用蹲下的姿势 现在小孩从小发展滑雪运动 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这么小的我也是第一次踏 今天不错 来 耶 哎呀 根据统计 全国在过去三年 大约1亿5千万人 曾经参与冰雪运动 当中三分一是青少年 冬奥热令到不少地方 将冰雪运动引入校园 有前女子冰球国家队 队员认为 需要多方面合作 而到了2022年 内地可望有过千间滑雪场营运 在短短七年间翻倍 无线电视记者先自报导 日本主导的年度联合演习 今个星期在菲律宾海举行 美国、澳洲、加拿大和德国 派出多艘艇参加 中国国防部早前警告 有关国家小卫地区安全制造麻烦 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澳洲、加拿大和德国的海军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开始 在菲律宾海举行一连十日的联合军演 深发在通讯战术、反潜作战、空中作战、海上补给、跨舰甲板飞行 以及海上拦截的合作 透过海面和空中的综合作战演练 提升在印太地区的海上优势 美军派出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参与 德国就是相隔20年灾毒在印太地区军演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菲早前批评 个别国家口口声声支持自由开放 实质拉帮结派对外施压 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 完全背道而辞 希望有关国家多为抗疫合作做实事 小为地区安全制造麻烦 另外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透过视像 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纪念峰会上说 对近期在南海人外交发生的事件感到厌惑 强调不理非中关系 表示要透过法治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以及繁荣 中国海警船上个星期二 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人外交 用水炮驱港两只飞方船隻 飞方一直声称拥有人外交的主权 中国外交部就强调 中国海警船依法执行公务 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上秩序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宜报导